妈 我求你了 你就别跟我相亲了 哎呀 你都跟曹阳分手多久了 再不去相亲就别回这个家了 妈 我都先多少次亲了 您自己说说 有一个正常人吗 这次不一样 人家说了 非你不去 你赶紧去 原来咖啡厅 拿红玫瑰的那个就是 喂 妈 妈 熊 老太太给您安排了 比较加先进的相亲地点 就在原来咖啡厅 喂奶奶 你放心吧 这次我会耐心 不会让你失望 莫总 您和唐家千金的相亲地点就在这 桌上的玫瑰就是你们的暗号 就是你小子非我不娶是吧 男人好帅啊 我只能够认识 感觉那个什么 不想 乔夏夏 你清醒一点 你是来拒绝他的 你是 我就是乔夏夏 来跟你相亲的 你姓乔 不好意思 我把你认识 我把你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 你可别给我套近火 我可不喜欢你这一款 那你喜欢哪一款呢 女人嘛 当然都喜欢有钱的了 你想跟我结婚 那存款不能低于 一百万 而且市区内必须有百平的大平房 另外大铺车不能低于三十万 对了 结婚呢 彩礼要给八十八万 而且我是不会出一分价价钱的 就这些要求 你能满足吗 可以 这些我都能满足 我可不跟父母一起住啊 我可不跟父母一起住啊 这个你放心 那 我喜欢有肌肉的 你太瘦了 这个我也有 假的吧 不信 你可以自己摸一摸 摸就摸 就你这小胳膊 怎么还挺有料啊 嗯 哇 这个胸肌 我的天呐 这个腹肌太结实了吧 你够了吗 对不起 我 其实刚刚那些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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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瞎编的 我就是不想结婚 我就是不想结婚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 你补偿 我补偿 我 我瞧一下下 就是个小职员 没那么多钱 这 这个给你 不能再多了 你在看玩笑吗 你这还嫌少 我刚刚也就是 不摸了你一下而已 我有经验的 小朋友 这次看下都这样 我走 你们是搞错人吗 你们是搞错人吗 哎 请不想想 曹阳 你妈嫌弃我家没钱 把我逼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没有关系 你还想干什么 我妈说了 这两年你花我的钱 你要全部还 你说什么 我妈说了 你要你把我给你花的钱 全部还给我 行 还给你 都还给你 还有衣服鞋子 都是我给你买的呢 我妈抱我 混蛋 你个疯女人 我妈还说了啊 你还得 赔偿我两年的青春损失费 五万 哎 你别走 我妈说 滚 滚回去找你搬吃奶去吧 你疯了 你打我干什么 我幸好听我妈的 跟你分手了 像你这种 有群有群的女人 谁会娶你啊 我娶人 小小小 她谁啊 她 你不是说我没人要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男朋友 你叫什么那么丑 顾怀安 顾怀安 怎么样 比你高 比你帅 比你有钱 这怎么可能 你跟她 就算昨天 爱悄然的闲 等到的只是冷却的流眼 说来道歉 也不能成亲一亲 走 走 我们现在就去你这儿 遵命 不是 再见 再见 天 爱 越走越远 妈 把她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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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里 顾怀安 我怎么就和一个陌生人结婚了 来 给你试一下 赶紧给你买 怎么样 可以吗 可以 刚刚好 妈 怎么样 既然长得发小叶云泽了吗 那小子可比十年轻帅多了 妈 不是 我的相亲对象是叶云泽 不是 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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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们好像搞错了 没事 那我们去领离婚证吧 刚结婚就要离婚 这是不是太前卫了 况且 我们顾家有家规 没有离 只有 丧生人 哥说我太心急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感情基础啊 没有感情基础 就是可以慢慢培养 我相信 说阿沙 好看 我是说 我们不能在一起 这样吧 我们 试着相处一个月 到时候看看 你忙不忙 好 顾先生 你能不能送我到南奥集团 我们总裁今天视察公司 要是我迟到的话 你又被自己想骂了 好 你在公司经常被骂了 那倒也没有 主要是 我们组长 是总裁小文 哎 要是 要是我迟到的话 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哎 他也不怕那个总裁 是个已无腻为所男 小小姐 据我所知 男傲的总裁还是挺帅的 真的 哦 我可听说 我们总裁 我们总裁 那方面有问题 他都二十六了 还是个初男 哦 我还听说 他之前有一个女明星勾引他 他就直接把人给扔出去了 你们说 他会不会有 你喜欢男人 他喜欢女人 他喜欢女人 喜欢女人啊 那这没意思 怎么你希望他喜欢男人 这倒跟我没有关系 管他喜欢什么 如果你们总裁 喜欢上了你 你会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会被总裁看上 我说如果 有钱男人 个个都很花心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现在想想 那种豪门的事情 我都头疼 我这辈子 都不要跟这种人扯上关系 知道 嗯 只单身 不就有钱了 江明语 我下去了 嗯 我刚睡着了 你不紧睡着 他说梦话 啊 我刚说什么了 好几千 好几千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我想干什么 就是干什么 傅先生 虽然我们现在结婚了 但是我们没有感情 你也不能乱来 比如呢 比如不能摸我碰我上我的床 好几千 他不是要欺负我吧 我要不要揍他 你流口水了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 怎么会这样 看夫妻这意思 好像有点失望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对你 一点下拉都没有 记住你话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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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好了 接着吧 对 你 你 这男人什么狗脾气 阴晴不定的 哇 居然比我涂得好 是不是经常给别的女人涂 她该不会是富婆伴的小白脸吧 郭总 您还去南欧国际市场吗 可您的身份小姐还不知道呢 没听见她说吗 不想跟总裁成人关系 这 你先言认识住我的身份 帮我办理物质 是 哎 你四春啊 脸怎么这么红 你别胡说八道 还说没有 自己瞧像你这四春的样 哎 我跟你说啊 听说啊 咱们总裁要来视察工作呢 哦 我知道啊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 这有什么可激动的 听说我们总裁啊 宽肩窄腰大长腿 见眉心目小翘臀呢 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别说啊 要是被他看上了 岂不是 嫁给高富帅 从此走上人身巅峰了 你可别花痴了 你也不怕那个总裁 是个扑头 扑丫男 怎么可能 人家小说上的总裁 不都是又帅又拽的吗 哎 女人 我看上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些人 比一天到晚总想着攀高枝 顾总是你们这些 小职业能染指的吗 还有 瞧下下 你穿成这副浪荡样子来公司 知道的说你是来上班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公司是夜店的 林大姐 我是以为还敢闭嘴 去 把你脸上的装卸了 小楼迎接总裁 陆先生你怎么来了 嗯 Nate 你怎么 wieder 你打不动 我把他爱你 你们这都别了 快点 终膳要摇摇好了 终膳要摇摇了 可准备好 小刀夫人 大白天的酒头外送了 您别胡说了 我没有 最后你上升在那里 天 你说这 再见 可别 早360 你的鼻子是天生的吗 不然夫人以为是整吗 怎么会 就是你的鼻子 还有你的脸 真的好好看 所以我才会问你有没有整 不过你真的没有整 我在说什么 要不夫人亲自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 那人是 我相信你没整 不是你差点了 我先走 好 你好 朝下下穿什么呀 能不能总裁是吧 这不是他 大家安静一下 总裁临时有事不来了 不过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主持 这位就是我们南澳新务职的人事主管 顾怀安 大家好 你是我们的新主管 瞧瞧瞧 没礼貌的东西 还不闭嘴 顾主管 我带您去办同事吧 好的 我去就好 你说 哇 没事吧 没 你没事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耍心机的地方 再有下次 就给我离开 回去工作 顾先生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你干什么 你放下来 顾先生 顾华 顾华 你 大白天的你 你这是干什么 是夫人闯进我的更衣室 怎么还大打一耙呢 那那你也不知道锁门 也不知道避险 对自己夫人 有什么好避险的 你放心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要来南澳当主管 夫人也没问过我呀 那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咱们都五分钟没见了 这么着急走 太太溜了吧 要了亲命了 你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好好工作 不许趁上班 对我 好 不听夫人 那我也去工作了 你没事吧 你总是没长眼睛啊 我这衣服可是现代版的高定 你就让给我弄脏了 我帮你擦 擦什么呀 你想的没 我必须让你全款给我赔偿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明明是你过来装的我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是你们总裁的未婚妻 你信不信 我将来把你开除了 小姐 你想开除我 这好像还轮不到你来决定吧 是吗 琳达 怎么了 唐小姐 你的员工弄脏我的衣服 还在这跟我爽鹤 你 把它给我开除 是 乔夏夏 你被开除了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又没有耽误工作 又没有违反公司规定 乔夏夏 你个贱人 骗财骗色不受 还敢打我儿子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骗钱了 就是你这个贱人 骗了我儿子好几年的青春 你给我赔钱 员工生活不减点啊 还骗别人钱啊 影响公司形象 照理 是不是该开除了 是 乔夏夏 你现在怎么还不走啊 我 赶紧走啊 没事 你怎么来了 没事 你怎么来了 好你个贱人 跟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 还搞破鞋 你看我不打死 保安 把这劳勃赶出去 你谁啊你 凭什么赶我走 这位 是我们公司的主管 主管是吧 那你肯定有钱了 赶紧 把他欠我的五万块钱给还了 保安 干嘛 你收拾 你放开我 想看这样 我会看过你的 你就是公司新来的主管 长得还挺帅的 不过 你最好给我识相点 把这个女人给我开除了 否则我未婚夫要你好看 你未婚夫是谁 听好了 我是唐家千金唐娇 我的未婚夫就是你们的总裁 原来这就是奶奶帮我选的相亲对象 那你听好 第一 总裁不来公司了 第二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有未婚妻 你少废话 你就说开不开 不好意思 我的妻子 闻不到你们的妻子 你在开玩笑吧 你一个拿我的主管 会看上区区一个小职员 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怎么不可能 瞧笑下 就是我的妻子 见人 你敢在我未婚夫的公司乱搞男女关系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育你 你 你敢推我 等我未婚夫来了 我 晚安 把这个女人也赶上去 你干什么 放开 你们给我等着 夏夏 这帅哥主管 真的是你老公啊 小美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 那你就不要回家 我们不信啊 除非 你们这不应该我们看 行 你别闹 我怎么闹了 诶 主管 你轻夏夏一口 我们就相信你们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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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你被开除了 啊 主管 我错了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话不说第二遍 哎 顾涵 你刚刚怎么能 能怎么样 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亲我 我亲自己的老婆 合理合法 有什么问题 你 不要理 要是老婆不喜欢的话 我也会尊重你的想法 啊 也没有 其实 你也挺好 我哪里好 你 宽间窄妖 大长子 见眉心目 小翘腿 小翘腿 好 等等 你这么会聊 你是不是 谈过很多次恋爱 不管是结婚还是恋爱 我都是第一次 你骗人 肯定有很多女孩子 都喜欢 也许是吧 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她 你是唯一 又来了 又来了 她真的太会撩了 那你 我心里 特别像你 有点 顾先生 我这有份文件 就让你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 去 好 你个乔乔乔 你居然是主管夫人 乔乔 主管那么帅 是不是你业妻子郎 是不是八块夫妻啊 主管的小乔屯 你摸过没有啊 是 我 你 我 跟你们 对 还 在这里 我 我 我 你 尤 我 不回个微信啊 说是不在乎男神亲嘴啊 噓噓 别胡说 瞧你这副被柔腻的样子 怎么了 刚才账况挺激烈的 你什么时候和主管接得婚啊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老公居然是主管 怎么样啊 总裁床上跟我厉不厉害呀 别这么说 哎你怎么了 我那个今天来了 瞧瞧一下啊 把这些表做了啊 你得要得及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太舒服 真以为自己是主管夫人了 这整个办公室的人 就你的资历是最浅的 你不做我做 嗯 你搞清楚好不好 这本来就是你们组的事情 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凭什么让我做 哎行了都别吵了 下班了 走 下下咱们食堂吃饭去 谢谢你啊小妹 你去吧 我太想吃了 你看 我是不是说要拿架子了 就算是个主管夫人 那也是个小职员呢 难道主管亲自给你送饭呀 我给其他家送饭 你有意见吗 你自己的工作不会做 你自己的工作不会做 就隔去学明白了在那上来 对不起啊主管 对不起啊主管 给夏天道歉 对对不起夏天 对不起夏天 你怎么来了 给我的小伯娘送饭呢 谢谢你 自家老公说谢 嗯 怎么了 我我我肚子疼 怎么了 吃饭东西了 嗯别问了 就是 就是肚子疼 需要去医院吗 不用去医院 就是 女人每个月的累子疼 好 来 走 给你 哇 夏天道 顾祖馆这么帅 太这么体贴 夏夏你真的太幸福了 好幸福哦 行了 你快回去吧 照顾向前 可是 我 帮给你付购 我不是不想见你 是在公司呢 大家都看你 我看谁敢说什么 好啊 见你没人了 小伯娘 agile 我觉得 您 但是 我不错了 我们宁静 找我 还有 你们都没事做吗 你们都没事做吗 不不走 算了 修计的老师休息 哎你干什么 这是公司 能不能收敛一点 我疼自己老婆 哪里允许的 走 我还要上班呢 我让总裁 给你换班一家 不会吧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权 哦 我知道了 难道 你其实就是 是什么 你其实就是 男奥总裁喜欢的那个男的 哎瞧瞧瞧 真想欺骗小奶奶看里面 都有什么东西 你干吗 孤怀安 你的杯子怎么软软的 你干嘛 念完就走 是不是太不复杂了 我捏我自己老公 天经地义 好了 我喝完了 走吧 哎 去哪啊 我妈明天生日 我去商场给她买点礼物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我今天有架 你又没有 好工作 我不上班也养得起你 谁要你 我走 姜弥宇 找人暗中保护着她 别让人欺负她 别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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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嫁 这件衣服也太适合我妈了吧 穿成这样 也想来我们店里买衣服 真是山姬 也像扁凤感 这里是奢侈品店 买不起 不要乱摸 我怕你摸坏了 赶不齐 小姜 你那个温婚姑娘怎么样呀 别提了还见着 这打山姬这衣服 他们带我 赵小姐 唐小姐你们来了 这个气人怎么在这 他得罪你了 待会看我的 我说你们这 怎么什么人都能进 意思是我跟他这种人 是一个身价吗 还不让他滚得越越好 听到没有 让你滚得越来越好 滚出去 麻烦你给我示范一下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凭什么打人 我以为自己逛了奢侈品店 就能洗去你身上这不穷酸药吗 像你这种爱人眼睛的人 根本不配跟我在同事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谁允许你走了 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让他好好住着风头 好 我看你们谁敢 是你啊 你来得正好 这个女人在兰奥的羞耻品闹事 还打上我灰蜜 你必须让他给我们道歉 你们也配让我夫人道歉 江助理 通知下去 全面终止于张家的合作 是 你在开玩笑吧 一个区区人士主管 怎么有这么大权 就是 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喂 爸 什么 不失与我们全面终止合作 我们要破产了 江江 你要救我 我是为了你才 记住 这就是欺负我夫人的好 咱啊 也不要隔眼看人家的缘故 你被开除了 回家 怎么可能 他一个人是主管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把车开过来 嗯 夏夏 好久不见 你是 云泽哥 好久不见你长高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样漂亮 啊 明天阿姨生日 请我回去一起吃饭 你也回来吗 太轻盈了 我妈真是的 什么吃饭 明明就是想让我和易云在相亲 都结婚了 夫人 这位是谁呀 你们介绍一下 夏 你 你 你结婚啊 嗯 对 这是我老公 宿怀安 这是我的发小 叶云泽 好 难道你是南澳的 你能认识啊 不认识 应该是 认错了吧 妈 臭丫头 收拾漂亮一点 明天回家吃饭 我专门请了叶云泽 到时候你好好把他把握住了 妈 妈 我都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都挺好的 你才分手几天啊 是不是想哭了我呀 是真的 我不信 除非你把人给我带回来看看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比叶云泽还好 夏夏 还结婚几天啊 是不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 阿里追婚 在金毛里头 作为一个普通朋友 你问的是不是太多了 陆先生 不要这么有敌意吗 哎 明天 你也来参加家业吗 我夏夏的过敏 很聪明 应该能辨别 你是不是 让你走着瞧 夏夏 我明天真的要去吗 我怕他们会为难你啊 我们结婚了 去见岳父岳母 天经地义 可是 放心 我相信他们会喜欢我的 去调查一下 夏夏父母的喜好 再跟谁聊天啊 云泽哥 他问我明天要带什么 我去跟别人家聊天 我去跟别人家聊天 你别闹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我 我不聊就是了 这次吧 刚刚在商场 为什么 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自己可以解决 瞧瞧瞧 如果我不如及时出现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 你在南奥的店 和别人大打出声 你又是我的妻子 万一被别有用心的媒体拍到 南奥的股价就会大跌 啊 我没有想到 会笑声这么严重的后果 瞧瞧瞧 你把我害惨了 又再遇到这种事 要第一时间 你听着我知道了 知道了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 倒是有 什么办法 顾怀你走这么快干嘛 还有什么办法 进了一下我就告诉你 顾怀 我生理期来了 不可以 啊 不行 不行顾怀 啊 对 顾怀 不要 你看 你 还吃鸡照便宜 没像什么 你喝 挺好的 我去洗澡了 这男人真不要脸 这下怎么出去见人 你要干嘛 你要冷静一点 你还要去见家长 没事吧 大哥 不好意思 喂 警主理 你等会过来的时候 帮我们带一双衣服 他穿的都是高定戏装 我妈看到了会不会吓坏 别带别带 我去给你买一件 你等我一下 小小 这就是你给我买的衣服 嗯 就忍忍吧 走 走 其实我妈人很好 你不用 开玩笑 我什么打算没见过 走 爸 爸 妈 小姑娘 坐 你这死丫头 你真结婚了 你胆子可真大 也不了解人家家庭情况 你就把自己给叫了 妈 怀恩他不是坏人 你出去嘛 吃水果吧 多大了 干什么工作 爸 他今年二十六了 叫我们公司上班 是我的上司 上司 咱没听你说过 哦 我刚入职两天 什么 才认识两天就结婚了 小姑 你跟我们家夏夏 不合适 妈 是哪里不合适 打住 你先别叫我妈 你跟夏夏结婚 办婚礼了吗 买三斤了吗 结婚这么草率 你把他当什么了 妈 你闭嘴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我商量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阿姨好 云泽来了 快快快 快进来坐 进来坐 好 云泽好 阿姨 这是我给你们带礼物 哎呦 这 这花了不少钱吧 一点小心翼翼而已 哎 这位就是和夏夏闪婚的 顾先生吧 怎么空着手来啊 一点礼仪也不强 嗨 正说这事呢 我们家夏夏 也不说有多大的排场 可是这也 太寒碜了吧 阿姨 别生气 要是夏夏 要是夏夏 愿意嫁给我的话 我愿意 在房产证上 写下她的名字 好 好啊 还是云泽好 又有诚意 又吃根支底的 这房产证上 加名字 我们夏夏以后 就有保障了呀 妈 你别这样 我为你打算 我还错了 你看看你这老公 人又长得好看 又穿着花里胡哨的 那追她的女孩 肯定不少 对你还这么敷衍 什么也不给 到时候出轨了 你找谁哭去 小伙子 你找谁呀 小伙子 你找谁呀 爸 妈 这些 是我的一些小心意 不过是些手势而已 我能给夏夏更好 郭先生 我和夏夏是青梅竹毛 我更适合她 妈 我知道你喜欢玉 这是 我给你买的几块 和天暖玉 你看看合不合适 合适 合适 爸 我知道 你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 这是我特地给你淘的几件 明清熟的老物件 您看看 以后有什么还喜欢的 再给你买 行 你有心 有心了 只有这些房产证和商铺 都是我卖给夏夏的 而且 上面只数了夏夏的名字 就算以后离婚 我也会今生住户 财产全部归下来 这 好 好啊 我自己的老婆 我会心疼 不用你操心 我看这顿饭 你也没必要留在这儿了吧 叔叔阿姨 我还有事 先走吧 云泽 不好意思啊 这礼物就不舍了 哎呀 回来哪 以后回家呀 就别买东西的了 别浪费钱 妈 妈 你们把夏夏养这么大 这么辛苦 我相信你们是应该的 你这样啊 我们就放心了 对了 夏夏的爸爸呀 做菜很好吃的 一会儿让他 给你做几个拿手好菜 我这就去 爸 你和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们露一手 那我也去帮忙 这孩子真不错 真不错 你那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还有房产证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我老婆了 我就要给你充足的安全了 我的一切都是你 你今天这么闷 我妈现在肯定特别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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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我饿了 你快做饭 好 走吧 饭是这么饿啊 要不 先给你养两盒 先给你养两盒 原来早如刚才 心怀断去不开 原来还期待 你的偏爱 原来都不是结束 哎 太上齐了 嗯 给的一切 放过的一夜消失不见 那些白天黑夜 被你改写更改的季节 你出发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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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去先去去坐着坐着 去坐 我来 感情灵的写真理 我们总是台湾明白 亲爱的许多事情 其实早就已经无法更改 现在我只能把你给婚离开 奶奶 奶奶 哎呦 臭小子 你怎么不见唐娇啊 人家唐家的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 奶奶 我都结婚了 什么 这么突然 谁家的丫头勾引你的 奶奶 是我先喜欢的她 她很好 再说了 您的孙子 是谁都能勾引的吗 您就等着抱重孙子 重孙子 那行 那你明天 把她约到老宅来吃顿饭 奶奶 我还没有告诉她我的真身份 要不 咱们换个普通的住宅吃饭 咱们顾家也没有什么普通住宅啊 哎 那这样吧 那就 把她约到那个我放古董的那个 那个公寓去 好 哎 老孙 去把城南那个不用的公寓 给我收拾出来 妈 看吧你乐的 要我说呀 她就是冲着咱们家的家产来的 行了 我自有分寸 我倒是想看看 是哪个丫头还是有这本事 啊 啊 我吃肉都坏了 你会凶吗 哎喂 下手 你是在洗漱还是在拆疆啊 啊 去哪里往进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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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 走光了 不是是故意把手的喉口 你又躲我 再躲我就不理你了 我刚才能鞋出吧 我见了 我见了 优优独播 玩意识 试试 晓晓 以前奶奶吃过不少苦 脾气可能不太好 还是人不坏 你别紧张 这是姑姑 姑姑好 这就是奶奶 奶奶 姑姑 奶奶年纪这么大了 你怎么能让她擦瓶子呢 奶奶 您去歇着 我帮你擦 臭丫头 臭丫头 您这个轻一点 这可是我花了500万 逃回来的宝费 500万 奶奶说的是 500万放得到 那我擦了 去你 奶奶 我扶您到这边休息 小门小户的臭丫头 你懂什么呀 你这么使劲的差 不怕把老太太这些 奶奶 什么臭丫头 哎呦 这可是我的 宝贝孙媳妇 她说什么呀 那就是什么呀 妈 这 好孩子 你老实跟奶奶说 你是真的跟淮安结婚了 还是她花钱让你演戏 骗奶奶的 奶奶 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你要是不信啊 就让人去查查查真伟 哎呦 老天有眼呢 我们家淮安 逃到老婆了 奶奶没事吧 没事 你接动一会就落尽了 下假 给奶奶说说 你是怎么认识淮安的 嗯 我之前被人纠缠 是他救了我 我们家淮安呢 继承了他父亲 英俊 帅气的样子 不然 怎么要跑到你这么好的老婆呢 啊 华安娜 你可要好好的对待下想啊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 我可饶不了你啊 放心吧 他跑不了 有你爷爷当年追我的那个肉麻劲 妈 该吃饭吗 我去拿碗筷 那我也去办碗 你个贱丫头 谁让你在这装模作样的呀 你多有我们怀安 就是想看出我们顾家 你们顾家有什么值得我图的吗 你 总之 你吃完这顿饭 马上给我滚 你在这 这里空气都是狼闻的 不好意思姑姑 我决定要在这里住几 要不姑姑 拧他出去 牙尖嘴里的丫头 我看你就是用贱不得人的方式 勾引怀安 早晚我会让怀安把你抛弃的 好好好 那我等着怀安抛弃我 你个贱人 我一定会让怀安跟你离婚的 等着瞧 我这就跟唐娇打电话 等他过来 看你怎么收场 顾华 这什么茶 好香啊 果然这小门小户的上面的大排面啊 做树口水 自然喝到肚子里去 哈哈哈哈 孝顺 你怎么说话的 咱们家也是小门小户 哪有这么多规矩 吓吓他 哎呀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妈 您就护着他吧 以后谁要跟我儿子介绍这样的呀 我能立马撞死在他面前 哎呀 姑姑 您不会撞死的 因为您这辈子 都不可能会有儿子 怀安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怎么跟你姑姑说话的呢 你 闭嘴 不想吃饭就滚出去 妈 不吃就不吃 这饭啊 吃得到胃口 小小 别管她 这 这 饭菜还可口吗 挺好吃的 奶奶 多吃点 好吃 行了 奶奶就要跟我不行了 奶奶 您看你老在这儿 我媳妇都不不意思 好好好 夏夏 多吃点 多吃点 才能跟我生成孙孙子 那万一 是成孙女呢 成孙孙女 奶奶也喜欢 要是长得 像夏夏 那多好啊 哈哈哈 行吧 慢慢吃啊 嗯 孤华 你在吗 浴室没有浴巾 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 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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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房间里啊 都不是跟你说 是还通舍走 我 对 你看 这是他勾引 怀安 怀安你在吗 怀安 你赶紧下等 唐小姐马上就到了 他怎么来了 唐小姐是谁 可能你还不知道吧 唐小姐啊 本来就是怀安的正经未婚妻 比你这种野计啊 强多了 说什么 别在这互说 我说错了吗 唐小姐本来就是老爷子 给你订的未婚妻 瞧瞧瞧 不过就是一个小山而已 顾环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有未婚妻 不是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不怀安 你个大骗子 小小 我还不信 这次还离不了婚 又是你们两个人 算了 马上就要见到威风夫了 不跟你们两个蠢货计较 就在昨天 爱悄然泪线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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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纳的风景 空间 姑姑 姑姑 你不说顾环安在里面吗 她人呢 刚刚下去了呀 不是还撞到你了吗 那个人是顾环安 他他结婚了 你怕什么呀 他只是个小职员 怀安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没有告诉他 放心 他迟早啊会被甩的 可不说是 是情境无人 是不还剧心 我还记得那天 你别在他过来了 去找你的未婚妻吧 夏夏你怎么了 云泽哥 你有什么事吗 今晚你有事吗 我想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商业酒会 要是你不方便就算了 可以的云泽哥 反正 我也无处可去 你在哪 我马上来接你 春来退后无法再牵走 为靠分手你都不知晓 有着 我没想起不得了 夏夏 你怎么能和他在一块 给我回去 古凯 你放开我 只允许你有未婚妻 就不允许我和别人参加酒会了 想想想 在你还没有解决你的未婚妻之前 你就了解 你还没有解决你的未婚妻之前 门夜太疾瓣 想起签 就任何故事 迟多给我问候 就你接受 接受 才特别不够 只要变成 首先 唉 三冬 夏夏 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去见几个人 放心吧运泽哥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走 爹爹你看我這包怎麼樣 真好看誰送你的呀 這個箭子我居然在這 他就是搶到你為什麼會的小三 走我們去叫做 你幹什麼呀 怎麼不長眼睛啊 無力 哎站住怎麼說完人就想走是嗎 都不知道道個歉 果然是小三沒叫呀 你說誰是小三 小小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有一般搶無婚夫的事情啊 告訴我 我看你是瘋了吧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的無婚夫 佼佼你跟他廢什麼話呀 姐這就是你的下場 不是誰啊 聽說是小三 他長相搖裡搖齊 故意把一副弄濕 還是想要經歸絮吧 你在幹什麼 娃啊我來了 你真是的 怎麼不告訴大家我身份呀 怕我長小朋友 你要說什麼 他明明是我老公 你走開 他明明就是我的無婚夫 你不過就是個小三而已 過環 原來你的無婚妻 就是他 小小 不是這樣的 我從來沒有承認過他 我愛的人只有你 得了吧環啊 你要是真的愛他 會連真實身份都隱瞞他 真實身份 唐敲 我今天就告訴你 讓你死心 環根本就不是什麼人事主管 他是拿我的總裁 他就是拿他的總裁 你現在知道了吧 他娶你不過就是玩玩而已 不然怎麼不跟你說謊呢 我是這樣 我呸 不過是顧總養的一條狗的 我還不敢你滾出去 身上一滾 何小姐 何小姐 我看垃圾的是你嗎 你 顧華陽的夫人 你也敢到 顧總 那不是 江助理 通知下去 全面終止與何家的一切合作 顧總 不能終止合作呀 我們已經合作了這麼多年 一直都很愉快的呀 不只是南澳 南澳其他的所有公司 也全面終止合作 是 總 把雞筒拿過來 記住 我顧華安的夫人 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欺負 至於唐小姐警告唐家 讓他們管好私家的人 我們走 不管啊 謝謝你為我出口 但是你欺騙了我 我還是不能原諒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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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為了你出氣 你不能不管我 滾 沒有東西 別讓我看到你 在哪兒 你聽我說 我這麼做都是為了你考慮 為了我考慮 你 我那麼相信你 你卻把我的傻子一樣欺騙 還說是為了我 那是因為 你說的孤寒 我再不想看到你 我好想你 不敢拿給你 我願意 為什麼失眠的聲音 我還應該走了 沈默的場景 做你的代替 陪我的語氣 我還 你怎麼還沒走啊 我還 你怎麼樣 你發生了 你不敢等我 我沒有想說 我還可以 我 不能 不得不進 寂寞的思慰 一個人穿色 一個人燦淚 一個人插裂 一個人耗淚 在你旁邊的日子 素顏 點心 你別鬧 你都生病了 有 谢谢 你快放开我 什么解释 那你过来说 说完我要睡觉 我在故意买你 记得了 不能对你 说的话吧 你说我想不到 我都在车上游戏 你明白 你是因为这个 对 知道这些之后 就不愈看我 那 唐娇是怎么回事 她是个无关情愿的人 你骗人 大明明是你的无关期 你这是在吃醋吗 我才没有 遇见你之前 我就想取消这门连衣 遇到你之后 你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人看见你 我就想娶你 莫凡 你这个人真的是 要给自己的 要给自己的 你的 我就是 我要 不可以 我就是 你 你的 如果我 你的 你看我干嘛 我看自己了 我醒了 我就上班了 你没事 我回来这个狗男 昨天居然折腾了我一夜 给你一天下 你别胡说 我才没有不舒服 我走了 你别胡说 回家呢 这个男人也太有安全感了 你不动下 这样别人看得不好 没事 嗯 嗯 我也太一直看到了 那个 我问是你不是 走回去不参加 我没等我没等我等 不凡 你把我的名声全毁了 不这样 他们怎么能知道你事 你把我的名声全毁了 听话 好好在这儿休息 好 才一个晚上 他们就要和好了 瞧瞧瞧这个贱人 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 皇上 好 这个文件我有些问题没搞明白 皇上你帮我看看好不好 唐小姐 夫人正在休息 麻烦你小时在深夜 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先问我 问你 你算什么东西啊 皇上 这个报告我明天就要汇报 唐教 公司请你来是让你做事的 做不了 就管会你们躺下去 哎呀皇上 人家才刚入难 还不想换点上手帮你吗 哎呦 昨天我抢了 没事一会就不吵了 没事一会就不吵了 哎 而且我抱我老公 你凭什么让我滚 请看一下 你什么时候看的 上学的时候 他们都看 哎呦 我就只看了一眼 以后 只预许你看到第一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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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这是要帮你帮你干什么呀 你家找东西 老公 你让不让我抱 我不让你抱 那谁抱 花 他就喝什么好货色 天天就想着供应你 他根本就不配你 就你配 哎呦 只可惜 怀安他 你要你 你看我不撕碎你的脸 干什么呀 唐小姐 请自助 唐教 我夫人说的没错啊 我就是不要你 还我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唐教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想让你们家破产 就好好待着别惹事 出去 瞧瞧瞧 你个贱人 我一定让你身败名列 瞧瞧瞧 你个贱人 也不看你自己什么身份 居然敢供应我的温宫夫 啊 他不是情婚 你别太过分了 他已经跟我解释清楚 是你一直在纠缠他 哦是吗 所以你是承认和我的温宫夫有一同 原来是真的 瞧瞧瞧结婚的还关于总裁 昨晚还睡了 我就说嘛 他这个红妹长相 看着就不是什么正经贝色 是个小三啊 那肯定是因为钱咯 因为钱和总裁勾搭招 他这种想没想互的 拿什么和唐小姐比 总裁啊就是吞死新鲜 玩玩之后就把他抛弃了 你们闭嘴吧 说话也不顾过脑子 哪儿二顾你们来 就是要你们在这儿嚼舌根的 怎么 你有脸做 不让人说呀 你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呀 穿得也一般 找得也丑 知不知道他看上你什么 这么没教养 你爸妈平常没教你少嚼舌根啊 你咬尖嘴你的贱人 打我 你还不配 你在干什么 我怎么管 我就说乔小姐要出轨总裁了吧 就觉得他给你丢脸了 他就打我 我夫人打你 是你的骨骑 他都出轨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头上大呼小叫了 乔小姐不是出轨总裁吗 顾主管还相信他 就是 正好大家都在 我宣布个事 前几天 男傲的总裁 已经抵达公司了 什么 怎么可能 顾主管 就是男傲的总裁 咱们集团的一把手 好可疑 大家快看 当往退休总裁上编 顾主管真的是我们总裁 那是真的 我 我 你乔小姐不认识 好可疑 你们都听好了 乔小姐没有出轨 她是我顾环安认定的妻子 也是男傲的总裁夫人 环安 你对她认真的 你一定是骗我对不对 你连身份都没有告诉她 她了解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夏天隐瞒身份 是陪她离开我 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让她误会了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只要跟她离婚 我可以不追究她 男人有需求很正常 如果你需要 我也可以 闭嘴 请你自重 为什么 她到底做了什么 我哪里比不上她 夏天隐瞒她什么都不需要做 她只需要待在我身边 让我宠她就可以 她不止 你 想我 夏天隐瞒 我最重要的人 而你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需要 这就是你们的差别 你这个贱人 我让你故意还 我打死 还 别这么叫我 给夏天隐瞒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 要不是她多一年 你就干嘛不会娶她 你再这么没教育 我不介意 让你爷爷来教训 你 对不起 我 我先回见到你 小助理 通知下去 有整个男奥 都不准他叫进入 好的独猜 下下 谁对不起啊 两位 你们已经被开除了 去财务结算一下工资了 姜特助 我们不过就是 说了几句小三吗 对啊 谁必须说一下 各位小姐 如果你以后想在A车 找到工作的话 我确定注意下颜子 拿了钱赶紧滚 得罪谁不好 得罪夫人 祸盖 帮你帮我瞅了 我们回家吧 那够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不要脸 姑姑 那个桥下实在过分 她不仅霸着还安不放 甚至她还打算 还打算什么 她挑唆奶奶 让她做顾家女主人 说姑姑你 凭凶狭隘 不适合待在顾家 这个贱女人 果然是冲着我们 顾家的家产来的 她还想赶我走 姑姑 这个女人刚结婚 就要找顾家之权 月后怎能容你啊 姑姑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呀 别着急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她 贱 我一定要把你从布家弄走 还安只能属于我 行吗 你看我干嘛 嗯 从这长得好看 喂姑姑 什么事 对了怀安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你老宅吃个饭吧 糖椒 她知道错了 她呀 想当面给你当劫 不用了 等她走 哎 你就别闹脾气了 咱们两家呀 毕竟是世家 这样闹下去啊 你奶奶脸上 也挂不住呀 知道 怎么了 明天跟我为了老宅 你担心 我快帮我好 好 我相信你 真是阴陵 不行 不然放心 我会跑好 你别管 心了 你大开杀戒 好 我一副算了 后段 小夏小姐也来了 真烦 姑姑 你可得帮我出气 这人啊 有的人一旦出现 那空气啊 都凑得要死 就是 要不姑姑 你搬到外星球去做吧 省得地球的味道 把你给熏晕了 夏夏 你怎么能这么说姑姑呢 唐教 我好像说过 不想再看见你 听不懂吗 人是我邀请的 难道我现在邀请人 还有金锅里的同意吗 哎 对了 唐教 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情 今天下午我去逛街啊 看到两条狗 一条呢 是架子上百万的松狮群 另外一条啊 是土狗 又脏又臭 你别说 那土狗身上穿的衣服啊 跟夏夏的特别像 早知道夏夏 今天晚上要来啊 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姑姑啊 你别这么说 唐教 要不 我改天带你去看看那条土狗 算了算了 不要去了 如果 真的想看那条土狗的话 直接看夏夏不就好了 姑姑 你竟然这么喜欢当狗 要当你就去当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身上这件衣服的话 那我下次可以多买紧 你这个贱 夏夏 你当死吗你 姑姑 尊老爱幼 你爱我幼我敬你老 不然大家都是人 我凭什么让着你 老教 跟我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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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我说什么 你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不喜欢你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以后这里你也不要谈了 我夫人看到会伤心 你要见姑姑 可以约她出去 是不是那个贱人和你说了什么 后安 如果不是他 和你结婚的应该是我 别痴心妄想了 还有 你别总一口一个劲 你的贱人喂狗了吗 你看我被拒绝你满意了 唐小姐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你怎么样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瞧夏夏 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怀爱吗 怎么没完没了的 烦死了 不管配不配得上 我都已经是顾夫人了 所以你别没事去勾引别人的老公 你就这么喜欢善改人当小三啊 明明你才是贵我们的小三 如果不是你勾引他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再说一次 我从来没想过要娶你 怀爱 他一个只为靠男的女 你为什么维护他 我劝你最好跟我夫人道歉 是 是他先把我小三的 我也为什么道歉 把手拿开 我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让我夫人不劳心 那你们唐家也别想好 不好好吃饭怎么过来了 吃醋呢 才没有 你这样会不会对两家关系不好 没有人欺负 除了我 你也不能欺负我 你要是敢欺负我 就回去过催崩去 我正在装上欺负 不要脸 这个该死的球 小小小 这可是我的新裙子 姑姑 你没事吧 这个桥下来欺人太盛 仗着华安宠他 还真把自己当这个家女主人了 如果桥下来再待下去 姑姑你可怎么办呀 如果我嫁给华安 我肯定会好好对姑姑的 一个新入门的媳妇 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 我不会放过她的 姑姑 我永远支持你 你想嫁给华安吗 可是华安已经结婚了 我今天晚上 就想办法让你留下 然后 可华安不愿碰我怎么办 你放心吧 这蓝啊 表面看上去很正直 女人只要脱光衣服 爬上她的床 她都不会拒绝的 到时候啊 我再给她用点药 这生米一煮成熟饭 让她感觉到理得好啊 她绝对会抛弃那个贱人的 谢谢姑姑 多给谢谢你加点菜 看着你们俩感情那么好 奶奶我就放心了 给你们一年的时间 一定要给我 牲口虫孙子出来 您就放心吧 明年肯定让您抱 好了 你们年轻日慢慢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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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安 我想吃你面前那个菜 可以给我夹一下吗 如果用筷子就别吃了 薇安 你别一直给夏家夹菜啊 你也多吃点 给我换一副碗筷 我这都吃不完了 太免费了 老公在吗 来 我帮你吃 淮安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喝了这杯酒 就当我道歉了 淮安 你好久没有和咕咕喝酒了 来 我们喝一个 怎么样 我叫华安 我叫华安 跳着起来 疼你叫 你怎么在我房间 滚出去 华安 我爱你 你 你要了我吧 我女儿 啊 华安 你 晓晓 华安 你混蛋 我 看给我下药 真有意思 华安 这不是我干的 是姑姑让我来的 这好吃 姜亦 把我这样喂起来 朝下线 淮安已经跟唐娇发生关系了 你要是失去的话 就跟她早点离婚 你从上到下 就充斥着两个子 连一下 你和唐娇两个人 一个是百天鹅 一个是丑小鸭 根本没有对比性 顾淮安既然那么爱她 那为什么不娶她 说白了就是不爱 姑姑 刚凡可厉害了 她都弄疼我了 说我比那个乔夏夏厉害多了 说乔夏夏在床上 像条死鱼一样 堂堂的豪门大小姐 就是这样作践自己 知三当三 你们豪门大家族 就是这样的教典吗 真实际上有恶心 坐着 坐下 你就那么不喜欢我 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太别没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 你和唐娇睡一起了 谢谢 我需要你污蔑我 你们这是吵什么呀吵 这受伤了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 我平时是不是对你太仁慈了 连何万人给我一起下药 第二边想要我的命怎么办 我怎么会要你的命呢 我无非啊 就是在里面下点安神的药 小少年 都试试姑小姐给我的 跟我没关系 请你让我问我吧 还有什么想说的 顾凤兰呢 你是要气死我呀你 唐小姐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要知廉耻 我罢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你们自己解决吧 怀安 你不用给我面子 江助理 切断和唐家 所有的商要往来 怀安 我错了 你不能这样 送他回家 请吧 唐小姐 不过 你也回乡下 待一段时间 我不走 凭什么呀 妈 你说句话呀 你个贱人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在唐家面前 说我的坏话 我怎么会这么做呢 你就是个少马仙 够了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 敢做不敢当是吧 你在唐家面前 说要赶我出去 还在老太太面前 挑售我 你要当顾家的女主人 怎么 现在不敢成了呢 我说你为什么 总是针对我 原来是有人在挑唆 你是姑怀安的姑姑 也就是我的姑姑 我怎么可能会 挑唆奶奶赶你呢 就算我可以 奶奶也是不会同意的 你要是不相信 就去和她当面对质 没想到 唐家这位人的心机呀 也是太深了 凤安 怀安说的没错 你呀 就到乡下 好好地反省反省你自己吧 夏夏 你走开 别跟着我 我走哪儿去啊 你爱走哪儿走哪儿去 世界这么大 你干嘛非要跟着我 要是打你 看你做 你是不是 你干嘛 没有 真的没有 我都看到你和她 躺在一张床上 她还坐到你身上 要是我和别的男 躺在一起 那你会不会 我给你提别的男 叔叔 你这种老大 为了妈自己清醒 你这么说 为了你 你愿意是你 你自己 不然没有 类似的女 只有更坏的地 你找什么 你转进去 我要换衣服了 看你的 看我的 要衣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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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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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了 你多久没挂胡子了 假的好 你为什么不自己挂 你要去挂 挂 这么多一挂 你先给追跑吧 没有啊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那 我现在要吃猪肉 你怎么脱我衣服啊 你个精神 喂 明泽哥 同学会 哦 好吧 那晚点见啊 我今天就不跟你吃饭了 昨天晚上我出去 你有什么事啊 我去参加同学会啊 同学会 那那个叶云泽是不是也参加了 他是班长 他当然要参加了 那你带我去 你去 你的身份不太合适 那你也不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每年都会参加的 我每年都会参加的 你就见面为叶云泽 我不放心 你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我们虽然结婚了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社交 你不能干涉 你来 你说的是真的呀 乔下下真的找了个脑男人结婚啊 不会是小三吧 他那种人 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我们家曹阳 当初就是因为没钱被他嫌弃了 喂 晓晓 你来了 你说你结婚了 怎么没有带老公一起来呢 抛弃了曹阳那么优秀的男人 找了个年纪大的 嫌丢人呗 你别在这 别过来 我嫌你脏 诶 星星 你男朋友怎么没来呀 她听说我和乔夏夏是同学 说恶心 说什么都不来 早知道今天乔夏夏要来呀 我也就不来 晦气 星星 你就是那个 曹阳上赶着要当上门女婿的李星星 什么上门女婿啊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为了钱抛弃了曹阳跟了老男人 现在还诋毁他 诶 夏夏 我有点好奇 老男人能满足你吗 大家都是同学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哎呀 星星 你这包是新款啊 听说国内都没上市呢 是啊 这个包可是我托曹阳 从卢爱给我带回来 诶 夏夏 背上爱马仕包了 看来甩了星星的男朋友过得不错嘛 这一看是这个假包 曹夏夏 你说你背的假包不算了 关键是你还背着全球新娘款的假包 你这不是尚感觉在我们家里 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 你凭什么说是假 这个包啊 全球新娘就两个 一个在A城的首相夫人呢 另一个是在A城的南奥总裁手里 你不会就是南奥总裁的夫人吗 我老公就是南奥的总裁 顾怀安 他和他老公是顾怀安 乔夏夏 你那都是什么纯粹白日梦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啊 我可是在聊聊上班的 可是远远见过总裁斯的一位 他比你漂亮多了 乔夏夏 你一个被曹阳抛弃的二十十户 你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 顾怀安 有人欺负你老婆 你在哪 我在西二酒店 顾怀安 你是南奥的总裁吧 是 我是你老婆 也就是南奥的总裁夫人 对 我想要开除欺负我的人 可以吗 可以 我要开除 李欣欣 笑笑笑 你演的倒是挺像呀 没想到 你还有当笑心的天赋 笑死我了 李欣欣小姐 你被云端开除了 从今天开始 全行业封杀 你称所有和云端 有关系的公司 我都不会披露你 贱人 你干了什么 你不会够大事 要拿到姜特助吧 李欣欣 你要干什么 班长 你怎么也提这个贱人说话 你不会也看上这个贱人了吧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没事的 我老婆脸上的水 是谁泼的 果然是贱货 什么男人都勾搭 这位先生 我劝你 你这个女人远一点 她可是有老公的 别惹得一身骚啊 你哪位啊 跟个孔雀似的 要开瓶吗 我这可是著名设计师 现在满新款 你给我道歉 不然我让你们家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好 是吗 那你想让我们顾家 怎么从世界上消失 顾家 不会真的是不管案吧 我是 夏夏 你真是总裁夫人 对不起啊 我最近是跟你开玩笑的 姜助理 把她丢出去 让李家 从A城消失 是 总裁 李小姐 请吧 谢谢啊 送你出花 不好意思啊 刚才本来只是想要大家坐下来 好好聊聊天的 没曾想发生这种事情 不讨计划 我单独请你吃饭 我找你一下 好不好 我干嘛 不还 你干嘛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叶云泽 你在胡说什么 瞧瞧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你 想干嘛 我花粉过敏 不行吗 陆几海 你是不是觉得我喜欢云泽哥吧 这么想的话 云泽哥好像还挺帅的 要是我单身的话 我肯定会 肯定会怎样 肯定会 嫁给陆凡安呀 吃醋了吧 我吃什么错了 以后不许见他听到没 你还说你没吃醋 不过你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 回家 啊 怎么了 都怪你 走得太快脚崴了 来 干什么你这么多人看着呢 所以自己老喝话 看去看吧 说碰到了 后来我也该谈个恋爱 你轻一点 别动 可是真的很疼 小娇起来轻点 我还要怪谁 还不是因为你乱吃醋 你还要怪我 啊 怪我怪我 我给你乱勤吧 嗯 你再重一点 好舒服啊 你可以去开个按摩店了 当个头号技师 我还你干嘛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快起来 再说一次 不怀安 不对 你今晚有点说不对 就一直这样 不起来 怀安怀安行了吧 等一下 你什么 我会吃 谁要不炎行吗 我 小夏夏 你现在过得不错啊 咱们找个地方去去就好了 滚开 好狗不挡道 小夏 我知道错了 听说我所给了你十道包 咱们出去一开始吧 你有病就去治 别清天白日的出来吓人 你个贱人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这么财 你给我钱 我要钱 你给我一百万 你惨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要钱是吧 你本没有 你不给是吧 那我就去你家闹 我让你爸妈 我让你亲戚 你全都知道你是个出轨的贱人 你是个给钱就能卖的淘血 无耻 你 你敢闹我试试 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 他就都能看看 这个水晶药花 给钱 什么就能卖的贱人 都能看看 就是他 这小姑娘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呀 现在的姑娘哪有脚踏实地的 你看她那狐狸精的样子 说不定勾引了不少男人呢 怎么样 钱吧 你放开我 有钱 找死 不管 他找我有一百万 突然就找我爸妈麻烦 一百万 江明宇 给他 看看 他是故事大号 另一条腿也打断 这一百万 就当给他的医药费 都不要 不要 这钱我不要 是吧 你没事 不是我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 这不是没有反应过来吗 对不起 说我没有保护好你 嗯 你就是没有保护好我 我要罚你 罚我 不行 这次就放过我 吓死不上 这次就放过我 吓死不上 嗯 舒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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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差把辞职两个字 写在你的小脸上了 为什么要辞职啊 今天曹阳来我们公司楼下骚扰我 肯定会被同事们议论的 这对男傲的声誉不好 就让我辞职 嗯 草莓味的还不错 但是 四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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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看你照片 的每一条消息 迷人的风景 还是你的眼睛 是 嗯 嗯 你怎么了 来打一副了 木木是谁 哪个野男人 啊 木木是我养的一只猫啊 我十岁的时候 他为了救我 被那辆车给撞死了 我昨天晚上好像梦到他了 我怎么知道梦 哦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唉 赶紧吃饭 这份饭啊 逼我去到公司 不去 我都辞职了 还去公司干嘛 你真要辞职啊 是的 我不想被人议论 不想搞办公室恋情 成为他们口中说的 靠男人的女 好吧 我 去哪儿 您好 我是过来面试的 面试的事情 好说 好说 好说啊 资料 从下下 思考一下 跟你这人一样 油门 请您自重 您要是再这样动手动脚 你怪我不客气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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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穿成这样来面试 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吧 装什么精致啊 你要是想变成功的话 我给你个机会 伺候我 来吧 哦 哦 这机会是爱要谁要 老年还不稀罕了 那呢呢 姐 我让你这一世 找不到公众 有你中死猪头在公司 不来也罢 我看得到你就恶心 姐 你给我等着 总裁 保镖说夫人面试已经出来了 不过好像不是特别开心 去查一下怎么回事 好的 喂 郭总 夫人在楼下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我越来越离不开过房了呢 笑笑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随便逛逛 我现在就回去 晚上你自己回去不安全 先去我办公室 等我忙忙 有没有靠 总裁 总裁 查到了 夫人在面试的时候 被爷爷的经理调戏了 你低于市场百分之五 老师的家和生活运行 开出那个经历 如果他们不同 就让他们 好的总裁 我是不是等我你工作了 你还是先回家吧 就是一会儿都等不了啊 你干嘛 这是在公司 我 喂 请问是乔夏夏女士吗 是我 乔夏姐 您之前来我们公司面试 受到招扰 此时我们非常抱歉 那个人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真的吗 另外 你已经通过了我们公司的面试 您可以随时入职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你 我 我拿到了 我太棒了 对对 我夫人永远是最棒的 娜娜 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前两天被收购了 换到老板吧 当然 听说新来老板可帅 看我不能见 只要娜娜女士说啊 没有男人能逃得出你的手掌心 你个实习生你笑什么 能不成你想跟我抢帅哥 我可不感兴趣 我可不感兴趣 老板再帅 你没有我老公是 那你就吹吧 你长得这么普通 还想嫁给大帅哥啊 我看你老公啊 应该是一个大龄油腻男 同样的 还会面对 你爱上我 爱上我 你要你老公 你老公 你老公 他老公长得比你好看多了 你说可不可笑 我看啊 他老公就是个大龄有腻男 他老公啊 乔小姐长得这么好看 有个帅气老公也很正常 大龙卫之还夸他 不是看着他吧 顾总说的对 夏夏 对不起 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你捏头啊 对不起 顾总 你怎么都不服人来一下 我结婚了 夫人不希望我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况且 你身上的香水味太难了 顾淮安 你什么时候说过的EA 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你们刚才看到没有 娜娜去顾总办公室给他送午饭去了 娜娜那么毁丢 张才肯定招架不住 娜娜 怎么样 顾总是不是被闭死了 闭死个鬼 不懂风情的男人 说话那么难听 那当然了 男人不都一个样 我呢 又只不就是随便聊了他一句 他就约我今天晚上出去 还说他老婆就是个黄脸婆 乔夏夏 你干嘛 你不会是嫉妒了吧 那可不 像他这种普通人的 那一辈子也约不上顾总 约已婚男人有什么好骄傲的 至少我这辈子 都不会勾引已婚男人 呸 你装什么情高啊 我看你这小惦记惦记不上吧 行了 顾总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不过呢 作为新人 我好心提心理的 顾总现在脸色特别不好 你啊 小心被他骂死 怎么了 见到我不开心啊 别碰 怎么了 你还叫我进来干什么 你怎么不去 给你的新欢奶奶过去啊 你今晚不是还约他一起 约会吗 约他 在你眼里 你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那他给你送饭怎么说 他在你 到公室待这么久 我当然是骂他了 给予自己老本 我可不能了 小醋金 你还有什么想问呢 你什么时候说过的 我摸你 比如很心讨 你本来有心 以前都和 unlimited 我现在还不能公开关系 不然我辞职就没有意义了 行 记下来 你没挨骂 我为什么要挨骂 我可不像有些人那么歉骂 该死 总才不会真看着这个贱人了吧 不行 我必须把他赶走 小夏夏 这马上要开会了 你表格弄好了没有 那给我审查一下 干嘛 实习期还没过就这么嚣张啊 到时候你的实习整额表 我可不给你签子 行 给你签 姐 看我这次不整死你 小夏夏 你做的报表呢 金 小夏夏 你简直就是个废物 我们公司的成本报价明明是一个亿 你为什么把它写成一千万 金领 我明明写的是一个亿 小夏 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吧 这么重要的数据应该搞错 这要是真钱的合同 公司只能自己赔九千万的差价了 小夏夏 你这个废物 我们公司不养你这种饭头 你马上给我离职走人 给我滚蛋 金领 我没有 娜娜 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没有 我们大家都是同事 我怎么可能害你啊 你到底有没有做手脚 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 娜娜 这到底是什么事 金领 娜娜是故事吗 金领 我还以为她去办公室留了好久 晚上 出去 这个 那个 这个监控呢就不用掉了 娜娜的人品 我是信得过的 金领 这件事明明就是娜娜做的 你为什么还要偏袒她 你给我坐下 瞧瞧瞧 我知道你气不过 但是这也没办法呀 你跟娜娜 一个是普通的小职员 一个是即将成为总裁夫人的潜力骨 换做是你 你会怎么做 行了 你去办点泥子吧 我都给你衣柜的工资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就凭你 你想当总裁夫人 我老公 可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的 瞧瞧瞧 听你这语气 好像你才是总裁夫人似的 没错 我就是总裁夫人 你天天撩的 顾总 顾怀安 就是我老公 这瞧瞧瞧 不会是受不了离职的打击 疯了吧 顾总又说有钱 怎么会看上他呀 就是 你说顾总是你老公 你有没有证据 我就是证据 顾小说的没错 他就是EA的总裁夫人 你们谁有意见 我的妈呀 瞧瞧瞧真的是准备夫人 江助理 去把办公室的监控叫我来 是 上次我就警告过你 别打我来行司 这次竟然把主意 达到我买过室上 我错了 夏夏 夏夏 你看到我们是同事一场的份上 就要原谅我这次的 同事一场你就这么对我 要是原谅你 你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 你被开除了 从今以后 A层所有的血都不会露你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离开A层 各种啊 我不知道 乔夏夏她是您的老婆 我要是知道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容不下你这种失灵领导 说说东西 去基层吧 是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是不是有潜力啊 因为我随时都在关注你啊 不像你一个小没良心人 心里只有工作 我才没有 夫人 怎么不然使得给我疑问啊 你还好意思说 都怪你 招负隐敌 我要是再不宣告主权 那些人都要起我头上去了 现在我帮你出气了 满意吗 你满意的 夫人 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奖励 那我回去给你做饭吃 那我回去给你做饭吃 可以了吧 要是能亲在嘴巴上 我会更开心 顾怀安 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好好好 都听夫人 顾怀安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的妻子 谁都不能欺负你 只有我可以 你还说 你 没有读心术 好吧 先去逛街买点东西 跟我开完会 继续见 好吧 我把你满地 小偷 别跑 站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夏夏 生日快乐 不还 可坏 斗 我快被你吓死了 对不起 以后不会散人在你身旁 先生 我按已经的啥 我来 我来 我去 你好完美 谢谢 你愿意嫁给我 让我除你一生一世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那不一样 以前对你隐瞒身份 不是我的本意 现在我以故事总裁的身份 正式向你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 成为故事的女主 婉安 可真是浪漫啊 你现在辽妹技术 越来越熟练了 婉安 怎么是你 是我 我回来了 好久不见 婉安 她是谁 她 我来跟她说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婉安 是婉安的青梅竹马 我这次回来 为的是光明正大的和你竞争 婉安 你闭嘴 这位小姐 请你正常一点 青梅竹马又怎样 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她现在是我老公 是有妇之夫 结了婚又怎样 不能离婚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能让婉安 立刻停止的女生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我不想看到她 现在离开她 不婉安 你可别忘了 秘密未定 谢谢啊 不许 你为什么要听她的声音 你到底有什么意味的 这件事 我会给你解释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想你爱 我对你恢夕了 秘密未来 这么久没见 你就不打算跟我随随旧吗 也太冷漠了吧 美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难道你还不清楚 我想要的 一直都是你的心 滚 美善 十年前你救过我一命 我答应帮你做三件事 刚才是第一件 其他两件是什么 剩下两件 我还没想好 那你慢慢想 想好之情 别来找我 笑笑 云泽哥 你怎么在这儿 笑笑 生日快乐 小瑟 小瑟 可以 陪我一起吃顿饭吗 还是 你要回家陪你老公 哦 她现在恐怕用不着我陪了 走吧 老两片 小瑟 你好 帮我办件事 成了分你五十万 夏夏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云泽哥 你们男人 都会对青梅竹马 有好感吗 顾环安的青梅竹马 来找你了 你觉得顾怀安会喜欢他吗 这个我也不好说 毕竟 我就挺喜欢我的青梅竹马的 云泽哥 你别开玩笑了 谢谢你 云泽哥 我一直把你当哥哥 云泽哥 你会遇见更好的人 对不起 爱心事粗茶 一触碰就放不掉 也许你错了 我实际都用他 我 马上就要去国外定居了 你给我个拥抱吗 想要拥抱 你却不在 云泽哥 如果可以坦白 想抓住你的手 永远不分开 如果爱能 我平伤害 天色也不早 我送你回家吧 好 请问您一直和自己的青梅竹马保持的不正当关系吗 郭大太请问您现在什么感受 您为什么要给顾总戴冰帽子 过来 过来 请问您和她是酒后一夜情吗 让开 让开 顾总请问您和你太太是双向出轨吗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呀 请您回答一下我们 为过的吗 快出去 今天的事 你们谁要是敢乱而行 男傲将不尽一切代价 弄死你们 还不敢过来 妈 别叫我 这下你见别急 事情 可能不说是错 我们之间 肯定没发生过什么 不要 顾怀安 我今天来找夏夏 是为了向他辞行的 我是喜欢他 但我不至于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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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被暗算的 对你们造成的困扰 我深恳抱歉 妈 你想不相信我 我可以去澄清 澄清 澄清 澄清什么 澄清你跟别的男人 在眼上闯着你 偶尤 我 有信是因为你 愈慌 很密切 你 不想 想我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要 你 有信是因为你 现在我的情绪 我现在不想担心你 也不想有他消息 我会离了吧 今儿就好 我隐藏的泪滴 和你心有灵犀 来得不留痕迹离开 顾总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我由于不是他人 我也吓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说吧 是 是唐家大小姐 唐家我做的 她能得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绑架您的妇人 还有那个男的 顾总 我错了 我真的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江助理 唐家该破产了 是 好好教育他 让他长长记性 别忘记了 还会等你回家的人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想重新想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分开的时间 你说什么 我太累了 我真的太累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让我想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所有人都觉得我配不上你 而你对我 也只是占领欲罢 不算自己痛了 想想 不想你走了 你是不是想离开我 是不是 不是我 柯华恩 凭什么你要离婚就离婚 你想和好就和好 只要不公平 让你贪贪 不爱 跳动着 那心才想续约的 是不是 我 太笨 只要你说的 我全都信任 不能自怀 穿的 我个妈 喂 奶奶 小小 这么久都不回老宅吃饭 是不是把奶奶都忘了 没有奶奶 我们最近都太忙了 哦 忙啊 哎呦 怎么了奶奶 没什么 哎呦 就是今天从楼梯上摔下来 哎呦 腿受伤了 哎呦 没事没事 你们忙 你们忙 那怎么行呢 我现在就去看你 上车 奶奶都受伤了 你还想让她担心吗 我回来你 哎 臭小的 别光顾了自己吃 跟我孙媳妇加菜一样 哦 生命啊 别不担心 夏天啊 你要多吃点 奶奶专门吩咐厨房给你做的 你看看 都是你爱吃的 啊 谢谢奶奶 吃 哎 哎 谢谢 哎呦 好啊 哎呀 好啊 你笑什么奶奶 哎呦 你个木头只都看不出来呀 你这个臭小子要当爸爸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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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去去去 奶奶 怎么样啊 奶奶 我就只是肠胃不舒服 你还专门请医生过来 恭喜郭太太 是喜脉 帮你养好 挺有一个东西 哎 哎 太好了 我赶紧吩咐厨房 给你弄点营养的 哎 你不分开好不好 你都有宝宝了 等他出生 我们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好吧 我答应你 不爱你 呦 小丹 你犯什么呢 当然是犯黄历咯 虽然你跟夏夏已经登了季 但是彩礼婚宴都没办 这要是传出去了 这夏夏不太好 奶奶 这不怪怀案 是我要求的 只要我们心里有彼此 办不办都无所谓的 那可不行 结婚一辈子 就这么一次 这不仅要办 还要大办 宴请四方 我还要给那些老家伙 在他们面间炫耀炫耀 奶奶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算了 确实该好好不办一下 奶奶 云山 我一回来就来看您了 这个呀 是您和淮安最爱的白茶 这不是原山吗 你什么时候回的国啊 我这正好啊 给淮安和夏夏挑选结婚的黄道吉日 正好你来 帮我参考参考 什么 黄安要结婚了 可我这次是专门回来找她的 那先陪奶奶聊会儿 待会儿一起吃这个饭 走走走 放心 不喜欢她 也不会跟她约什么呢 好吧 那我就 勉强相信你 我喜欢你 每天都在我身边近一来的一秒钟 小太太 你不知道她对这个过敏吗 你作为她太太怎么回事 你干嘛要吃啊 是轻微的过敏 早就好啊 乖安 别光顾着自己 现在夏夏有了身孕 要多照顾她知道吗 来来来来来 我得汤喝了 要增加营养啊 他他孕了 是啊 你有意见吗 没有 那就恭喜 来我们 吃的差不多 继续休息 慢点啊 不怀疑 不怀疑应该是属于我的 我一定要把她做 你也要去吧 好歇了 嗯 别问我 走 嗯 如果可能的话 我真想引身戴 这个小东西总让你不舒服 出来以后 我一定好好打个屁股 他又不是故意的 你干嘛打他 嗯 那 打你呢 丢吧 顾总 合作代表就在车上 对方请你上车谈 上车吧 诶 回案 我这次可是代表公司来谈生意的 怎么 你就这么在乎 连生意都不谈了 你为什么不来看 难道是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看你 你连我老婆一根头发丝都比我谁 回案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你 你不知道我当初走的事有多远 我们根本就没开始过 你不要怀患他自己的幻想 喂 晓晓 你到哪儿了 我马上回家 回案 我今天带着要晚 你帮我弄一下 喂 喂 云珊 你有病吧 孩子 大人你慢点 你慢点啊 你慢点啊 我怀恩 我爱你 从以前到现在你知道的我 闭嘴 别因为我不知道 你打着我女朋友的名号做到什么事情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再有吓死你 别怪我不客气 你 你 瞧瞧 你这个贱人 一定是因为你怀孕了怀才不要 看我弄死这个野主 你看我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都帮他拉肩带了 顺便叙叙就上床呗 晓晓 不许你胡说 你身上一股香水味 你肯定抱她了 很凶啊 我没有 对不起 我跟她见面 只是聊公司的事情 你还能进公司啊 你个骗子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我没有骗你 哪有跟他们公司有合作 要是你不愿意 我现在可以终止合作 那都也不用 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会胡思乱想 我是不是生病了 吓傻吧 可能是因为怀孕了 再说 这样说不定在意我呀 我很开心 你就是顾怀安 原来那个未婚妻吧 破产之后混得这么惨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乔夏夏把你害成这样 你不想报仇吗 当然想 做梦都行 那就好 明早八点 乔夏夏在第一院产检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都并不 Fairy behavioral 是吧 小姐 的话 ,你好 我 是 我 啊 啊 这 叫 我 这 舖 你说 医生 顾总 你夫人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点消散的迹象 吃两副饱胎药就好了 谢谢医生 江助理 把糖尿送进去 我不想再感谢她 好的 董才 我的孩子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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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孩子呢 孩子没事 啊 没关系 快啊 好害怕 小小 她就已经进监狱了 她不会再害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快啊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压力好大 自从嫁给你之后 所有人都对我抱有点 所以 又要说什么分开的话了 想要了解 陪伴丧的季节 这次是我别宝宝 我别宝宝 我别宝宝 我要是 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和宝宝 哪怕我活出自己的 也许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奔跑在街上 大雨 临时的视线 我是临时的 凡凡 你还管我这什么 如果你们出生 或者还有什么意义 而且 没有勇气想的曾愿 黄凡 喂 我听说夏夏生病了 我可以帮忙照顾她 不用 我夫人现在对气味敏感 我怕她有恶心 你不让我进去 如果我说 这是我让你做的第二件事 我警告你 你敢动什么歪心思 我饶不了你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怀安 这个凡人精怎么还不走 夏夏 她在这 暂住几天 出什么 放心 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 你太过分了 这 夏夏 你走开 夏夏 夏夏 你听我说 这件事我真的有工作 等实际当务 我会好好自在实给你听 不好 桓安你在干嘛 都这样了还要睡床做梦吧 谢谢啊 桓安我房间里住不下去就滚 你不知道那个傻子怎么样了 袁小姐你怎么跟个狗狗端啊 那样子我爱他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哪里可以得上他 至少我比你爱他 我不会让他像这样睡地板上 那你就等着他爱你吧 小夏夏你醒了 把这碗汤喝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红花凹的汤 专门给你打开 我还救我 你真要害我们的孩子 雨晨 我没有 我不过就是拿一个安胎药给夏夏喝 他就掐我打我 你看我都受伤了呢 你骗人 你明明在里面放了红花 我真的没有 你让我不信 你可以让华雅拿去化验 乱雅 我怎么可能做得这么明显 我只不过是把射箱挂在我身上 只要我再待几天 你就别想保住你的孽种了 远山 离开这 为什么我真的没有伤害他 不管你有没有 你已经让夏夏不舒服了 你不能再待在这 只要你肯走 上面随便铁 好 我会搬走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方住 我可以明天再搬走吧 行行行 别准化肠 骑我出来是你的 为什么 毕竟你是替我办事的 我怎么忍心让你收回 你不用把自己说的那么好心 我知道 你不过就想借我的手除掉 要朝下下 不过你放心 他把我害这么惨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说 你这次要干什么 这一次 我要这贱人的命 都要走了 你还想说什么 你一定很想知道 我和淮安一直瞒着你的秘密是什么 你会这么好心告诉我 我和淮安有一个孩子 不瞒你说 我是他的第一个女 我还记得当时我流产他难过的样子 那么高高在上的男人 竟然亲自守在床前照顾 元小姐 我不会蠢到相信你而不相信自己的老公 他跟我说过 不管是结婚还是谈恋爱 他都是底气 他当然会这么说 因为在他眼里 你不过是个替身的 再胡说什么 看看这照片 这是十年前的我 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呢 看出来了吧 我承认 不管是气质还是眼神 你都像极了十年前的我 所以 淮安之所以跟你闪婚 你是通过你来怀念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僧在着你的工具 够了 你们真无事 好了 那个贱人已经离开别墅了 你们赶紧动手 晓晓 婚礼 你想办中式还是期式的呀 办个七八百桌 可以吗 奶奶 我想知道 当年袁山是怎么走的 好像是怀孕流产 突然消失走的 哎 晓晓 你用这个干什么呀 没事奶奶 托你您看着办吧 我怎么样都心疼 不想你走了 你本来有个骗子 一个大骗子 一个大骗子 再让你贪责 不爱要弄着的心 才想去越多 是不是我 什么 什么 你什么了晓晓 我 啊 啊 喂 晓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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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你不能这么做 玩家是犯法的 我啊 我是来杀死你这个鸡 你放了我 不然顾环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顾环 啊 他现在正在原山的床上疯了 说不定他还感谢我 顾驾的家规 没有离异只能丧偶 你说 会不会是他让我们来倒架呢 不可能 我相信孤华 就算他不要我他也不会这么做的 你真他妈感人 你这什么的 你怎么笑着故鬼啊 你这他妈是个贱人 我今天要看看 被总裁玩过的女人什么味道 哈哈哈 你放开我 我已经放开我 我已经放开我 这正好 没有更刺激 我再看看啊 啊 你给总裁会不会过来救你 我没有 啊 啊 啊 你个没有的东西 你这个劲还给我跑 我瞎了你 啊 啊 你不是在原刹那吗 这是你逼我的 你们都去死 不要 我没有 你没有太过 你又是个 你 没有 我 cutsesi Excuse me 不要 唯一 我 有 第一 凡 凡 是 我 词 你 我 可以 是 你 我去把唐家和袁生带回来 把他带回来 华安我求求你 你想要我吧 别让他们折磨我了 没有那么简单 你死了 还有整个唐家呢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唐家吧 求求你了 我可以放过唐家 那你先告诉我 是谁支持你这么干 是原生都是他让我干的 瞧瞧瞧瞧瞧瞧前姐 是他让我去的 还有还有他把我所老里放出来 真的是他为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 华安 这女人疯了 在那样咬呢 把她的手机通话机落掉出来 我 不好约华安 这样毫无作用 带她去看医生 事情查出来之前 不许她离开医院 是 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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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原小姐是老癌晚期 最多只有三个月寿命 确定 我确定 我确定 华安 你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 还有一个愿望 你能满足人吗 是吗 我希望你和乔菜下的妈 娶我 顾华安 你怎么不说话 原来在你心里 原生才是最重要的 我果然是个可笑的提示 最遥远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不愧也就三个月而已 即便是三个月 我也不愿意看到下下伤心 我欠你的 可以用别的方式还 结婚 不可能 华安 华安 华小 华小 我 顾华安 当你看到这封线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桌上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夏夏 夏夏 你 你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 慢慢说 大哥 没事 感谢观看 你不出国了 哎呀你都这样了 我还出什么国 走吧 一起去查查这个原山 适合放药命 走 顾总 查备了今天所有的航班 都没有夫人的名字 继续查 是 想想 你要怎样才能回到我身边 回安 晓晓 你回来了 我给你去休息吧 对 不是晓晓 晓晓不会有这么四里的下水 自困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接受我 我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你至于这么心狠吗 你怎样 我都不会接受你 好 是你逼我的 那这样 你干什么 如果你拿一个 我现在立马死在你面前 可惜 这么强求有什么意义 反正不管 你要么娶我 要么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我 你 你 你 等一下 好 那一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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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你跟我 可是在国外 专门进修过黑客技术的 跟我回家 医院不成问题 出来了 有上的真实名 他根本就没有得癌症 都是他骗淮安的 对 还有流产记录 这上面写的父亲 根本不是国外 原来是这样 怎么了 云泽哥 新闻 明天 顾怀安和袁山 要在京怀酒店聚集 他要结婚了 还没结 怕什么 他袁山本来就是个小三 明天搁带你去 巧婚 谢谢你 那我进去了 好 夏夏 怎么了 尽力就好 要是他不跟你走 我带你出国 我 我愿意当孩子的爸爸 放心吧 云泽哥 你这么好 一定会遇见 比我更好的人 不用买进去的这风 方琴提醒一下 顾先生 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吗 爱他 顾他 无论疾病或健康 富贵或贫穷 都对他至死不渝吗 怎么回事 新郎怎么不说话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愿意 夏夏 夏夏夏 你来干什么 你是想抢我男人吗 保安 把他给我赶出去 到底是谁抢谁的男人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林善 你不是得了脑癌吗 你喊这么大声 我不愿意 这个女人 谎称自己得了癌症 逼我老公去 实际上 他根本就健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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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赛下 你胡说 我胡说 那这个呢 爸比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确实是健康得很啊 女生 这是什么 你不能相信他 这都是一个贱人捏造的 不要相信他 我只相信夏夏 这场闹剧 该结束了 郭华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跟我走 你们都给我吃死 你们都给我吃死 明明又是 文幽黎 小小 是 大人 走在一起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别说了 小明云回家救护车 嗯 不要顾怀恩 顾怀恩 夫人您醒了 顾怀恩怎么用了 顾总没事 医生说了这是皮外伤和轻微脑震荡 想外人哪 终于知道心疼你老公了 我老公 谁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别人的老公 你脑子里装的什么 是不是存心气我 我没有 自己说吧 乔小姐 我求你找过我吧 我跟华安从来没有恋爱过 我流产的孩子也不是他的 还有什么所谓的替身 都是我骗你的 我求你饶过我 袁山 我欠你的一条命 已经还给你了 别的账 我们也该好好算算 什么 姜助理 我的教育警察 不不让我求你别这样好吗 我求你你 你饶了我吗 我 我 过来 知道错了吗 这是我 我 我 掛风这天 我试过我这一生 难点点 别人见 郭先生 你的身体无大碍 风的胎儿人也非常好 好的 谢谢医生 都说了我没事了 我非要让医生给我讲讲 这样更安心一点 我好想 我好想 再给亲家 注意一点注意一点 你已经怀孕了就别那个 我们过来是为了庆祝华人出院 走大家一块吃饭去 好好 快点啊 都怪你都被他们看到了 那我怎么出去见他 不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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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爱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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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